记者陈燕廷屏东报道,王船为东港迎王平安祭典中最具代表性的法器,今年十几点正科年,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叛保留木造王船技艺,东港造船博物馆先期建制计划委托案招标中,文化处副处长曾龙阳指出,东港造王船技术是民间工艺瑰宝,博物馆地点若评估可行, 清水的镇海公园甚至旁边海域都可是展示地点,东港攻击民间七角头承袭谷里的东港迎王平安祭典仪式完整,文件会,县文化部,位列为国家级无形文化资产,其中每颗送王的烧王船,足具代表性,每颗都被打造工艺繁复的王船,东港因此有王船的故乡魅语,不过船烧完就化, 亦难有机会保留为让木造王船技术永船,东龙宫三年前自行打造电藏用王船置于王船展示馆,并记录每个造船的步骤,官方则判透过造船博物馆完整点藏地方民俗,发扬地方文化。 曾龙阳说,每三年一科的银王为地方宗教盛世,木船技术独到甚至可下水,造船博物馆的先期计划预计透过访谈,记录东龙宫及降师,骑老,文室工作者,七角头等,盘点,调查各式资源,内容透过抄录文本,影, 因记录甚至VR线上展示的方式,在博物馆内展出,传承迎王及造船整个历史文化脉络,点藏用王船为政科王船一半大小,造船师谢春成,蔡文化及蔡彩安也被献服审议为石墓王船,船番制作技术包存者,但谢春成去年逝世,也凸显传承的急迫性。 蔡文化及蔡彩安日前受访时,则是对所造王船非常有自信,两人说,现在牧船在市场的应用确实稀少,但他们依古法所打造的牧船,确实是扬帆航行。